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22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对外部部长李怀中率领的代表团 蔡奇表示 去年12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同阮福仲总书记共同宣布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是中越关系发展史上一座化时代的里程碑 中方愿同越方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成果 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建 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 夯实民间友好 加强国际和地区协调配合 促进两国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 李怀中表示 越方将遵照阮福仲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共识 坚定致力于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推动两党两国交流合作 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福利交通通知识 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